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近确实有寄出中张头地区寄了21万份的处分通知书 希望收到处分通知书的车主要按时的缴纳 这个通知书确实是我们由我们监理单位所寄出去的 缴位期限在105年4月30号就截止 这一次是针对燃料费没有缴的我们开出罚单 那你如果这次罚单你还不缴的话 还没有缴的话我们可能下一个动作就是要 移送到行政执行处来做强制执行 还希望收到处分处的车主还是要按时缴纳罚缓 以免影响自己的权利 监理站指出这波吹角主要是针对民国102年和103年的欠费 全台有119万件总金额超过7亿 民众若误信网络的谣言损及权益将得不偿失 若有疑问可以去超商刷条码 或者下载交通监理APP查询 因为一般诈骗集团他都会利用ATM去转账 如果透过超商的条码去缴款 这个问题就是不是那个诈骗集团的那个手段 另外我们上面也有这个监理服务APP的那个QR Code 我们也透过我们监理服务APP来查询 张化监理站强调 民众收到吹角机车燃料费通知一定要赶紧处理 若超过期限监理站会把案件移送到行政执行处强制执行 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